很漂亮 這裡就有了 他們的狗隻貓就像我家人一樣 每天我都很想見到他們 我跟牠一起生活 一起長大 你有沒有養貓 我有狗隻貓 第一隻就是養阿直直 我自己都亂了 本身養狗的作家菇一對貓一無所知 因為覺得公司很安靜 就決定去領養貓貓 誰知一約就養了狗隻貓 有個原來第一和第二隻貓都不是健康的 他們的健康問題 令菇一花近五萬元去醫治牠們 領養阿直直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都很想要 我一直都有腹膜炎 之後我有認識一些好的醫生 就說其實正常的照顧 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第一次養貓 其實貓本身潛在有這樣的病 其實我都很擔心 因為我不知怎樣 但現在差不多三四年了 我覺得其實沒問題的 網上看的就說好像很危險 但其實不是的 你沒有劇烈打鬥 或者是共用吃東西 喝水 互相舔毛 那些全部都不會傳染的 嘻嘻 你今天這麼小啊 領養第二隻貓嘻嘻的時候 牠是大排檔捉老鼠的貓 有個義工找大排檔老闆說 喂 你隻貓沒有絕過肉 他就說我帶你隻貓去絕肉吧 帶了隻貓去絕肉之後 就問回大排檔老闆 我們會搭的士回來給你 200元的士費 大概是這樣 結果大排檔要付錢的嗎 那我不要了 其實那隻貓對牠來說 只是捉老鼠 200元的士錢都不肯給 那個人都不是喜歡貓 或者是愛動物的人 老闆氣貓 義工唯有隻貓貓收養 而緣分之下 孤一聯絡到義工領養希希 但是幫希希做完身體檢查之後 居然給第一隻貓 有更多嚴重的健康問題 第二天我們就拿了隻貓 接著去看醫生 看醫生的時候 就發現了牠有腹膜炎 和貓愛滋 驗完之後 我坐在診所外面 他陪我那個姐姐 他說了一句 不要緊 我明白的 他這樣跟我說 你不領養牠也可以 沒有問我拿回去 我打算考慮一下 然後三分鐘內 突然出現了一句說話 喂 就算牠要死 牠要死在你懷裡 你不要讓牠在外面流浪 也好 捉老鼠也沒有人要這樣死 就算牠要死 死在我身邊 應該要這樣想 不要說病貓就不要 在牠的照顧之下 兩隻貓都生活得很愉快 之後牠越養越多貓 工作室的同事會輪流回去 所以基本上貓每天都會有人照顧 平日下班之後 狗隻貓就會自由活動 其實有腹膜炎的貓貓 平日生活跟普通貓沒有分別 沒有特別需要隔離 而其實除了愛心之外 貓對一位作家亦別具意義 你說作家和文人是否喜歡養貓 其實我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挺枯燥的 寫作是一種 你對著電腦 只有你一個人去想故事 然後你只可能聽著歌 就繼續寫寫寫用來 但是突然間 無端端那隻貓跑了下 來攪你 你便會覺得 我連日生活也沒有那麼督勵 那些貓有沒有幫我創作 當然都有 因為有幾本書 是因為貓而寫的 還有一本叫做 찾아我不想做人 就是說 貓變成了人 接著在人類的世界生活究竟是怎樣呢 他們會覺得,為何要用錢去賣東西 為何大家互相憎恨 為何不可以走過打過招呼 由一隻貓變成人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是他們幫助我寫這本書 我覺得他們某程度上會影響工作的效率 喜歡到我可以坐在這裏 我想很多人都會 看了一會,原來已經過了一小時 我每天跳上那個位置後 為何跳上去看著天花板 然後又跳上去,然後又跳上去 影響工作效率 但其實他又給了很多樂趣 我覺得養貓是很想上班 養貓後,放假那天就會開攝錄網 希望明天早點上班 雖然他騷擾到你日常的工作 經常都要按你的鍵盤 但會令到你很想回去見他們 所以他們是我上班的動力 你做甚麼 其實救貓大家有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是一個作家 我們就用文字 令到更多人喜歡貓 其實有很多人是因為我養了貓 我想已經五、六個了 就去領養其他貓 可能有些義工 就是親力親力去救貓 或者去餵養貓 大家做著不同的工作 一個目標就是餵貓好 謝謝大家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是的 什麼名字 我覺得